李璐璐老师的话 说到这儿 既然我们叫保卫爱情 对吗 你这个心愿既然我们答应你了 肯定会努力去帮你做到 所以我们的编导 带着这个寻找的目的 和劝复合的目的 去找了苗苗 我们看到VCR 寻找的结果是什么 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 寿民参加了当地的公益环保活动 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 成为了一名义工 他先后参加了各种义工组织 不论大小 只要是公益活动 少明都积极参加 还将自己的电脑培训中心 改为残疾人定点培训中心 少明觉得 因为自己是身体有残疾的人 所以承受了比别人更多的压力 少明在性格上有些偏执 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会投入百分百的精力 也正因为如此 忽视了家人的感受 特别是妻子的感受 他是比较一个热心的人 但是呢 家里父亲生病 自己本身有残疾 不了这边 不了那边 照不了这个 小孩 对于他的公益事业呢 说句实话呢 我个人呢 是不太赞 是 但是 他的身体呢 就 感觉稳定了 少明委托我们栏目组 帮助他寻找妻子 最后 我们拨打了少明前妻的电话 但未能联系上他 几经辗转 我们找到了少明前妻工作的饭店 但是饭店未营业 最终 我们的寻找之旅 已失败告终 少明 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来节目 带着自己的一份真心 但是有的时候 真心未必能换回一个 立马的好的结果 如果你不是把他伤到 不能再承受了 他是不会走的 以他的性命 如果你的大男子主义 如果 陆老师说的建议 你不能真的从心里 由内而外地做到的话 一切都不可能 先把心态调整好 你必须再追求他一次 是吧 虽然我们没有在 探讯访的过程中找到他 我相信他一定会看 对老婆说的要什么 你 为我在家负责很多 而我还这样对待你 我要 表示生生的人 内疚 那么 我 以后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花更多时间来陪 陪你 我也会努力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的 充裕 就是充实 让你得到 在情感上和 生活上都得到一种安全感 那么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你心情 心盈绝的话 那么我也会祝福你幸福的 现在我 会接近我的潜力 会去改变我自己 我相信 苗苗会听到这句话 如果你正在看我们节目 我的建议是 给他一个机会 但别着急 答应他 服务 谢谢 谢谢少明 为帮助他人做出了所有的努力 我在这儿要特别替你曾经帮助过的人 给你举个贡献 谢谢你为公益做出的贡献 辛苦了 谢谢 这是必须要感谢 真的希望你家里家外都能够幸福 谢谢 好吧 好 谢谢